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食環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 截至去年6月全港有近1,400個持牌泳池 食環署需要透過日常巡查對泳池作監管確保衛生和安全 公署初步查訊發現食環署現在沒有就持牌泳池發生意外後撤通部機制 也不會知道曾發生什麼事故 申訴專員趙偉言說 食環署作為發牌機構有責任確保泳池符合發牌條件 特別是泳客的安全 說廚方如果不掌握泳池有沒有發生意外 就沒有辦法查救持牌人有沒有違規 所以決定調查廚方的審批牌照機制、續牌申請等等以便改善